花莲县长青桌球协会会员们反映 多年来苦无固定的场所可以练球 在理事长佟庆和以及礼监士们的努力之下 终于在花莲市光复街找到合适的地点 作为会员们交流练习的场所 21号举办了简单的开幕茶会 并且由市长魏家贤、先议员吴东升、张美慧举办了开球仪式 花莲县桌球委员会主委徐荣红以及地方人士 也都前往表达祝贺之意 由于群喜爱桌球运动长辈们所成立的花莲县长青桌球协会 从民国97年成立到现在 多年来会员们是苦无固定场所进行练习交流 纷纷表示希望能够有一个属于协会练球的固定场所 在这一届理事长佟庆和和礼监士们的努力之下 终于找到了花莲市光复街87号的亚历桌球馆 作为会员们长期练习的场馆 21号特别举办了简单的开幕仪式 并且由市长魏家贤、先议员吴东升、张美慧进行开球仪式 长青桌球协会终于有一个家 从97年一直到今年 一直都说没有一个球场可以来打球 礼监士大家互相的帮忙 以及大家互相的相挺 尽心尽力的来找一个很好的一个场地 来让我们长青的会员来这个地方 好好的运运动、打打球 健在长青、乐在乒乓 希望各位会员及爱好桌球的同好 来这里给我们光临互相来捧场 花莲市区目前一共有六间桌球馆 花莲县桌球委员会主委徐荣宏表示 球馆的成立代表着桌球运动人口 在大家的努力推广之下 已经有显著的成长 有更多的人喜爱了这项运动 其实桌球会馆越来越多 对我们花莲县的县民是非常好 因为有运动才会健康 所以这个桌球会馆成立越多 就表示我们有认真在推动这个桌球 从基层扎根 大家就会认同这个桌球的运动 长青桌球协会理事长佟庆和表示 目前桌球协会会员将近150位 未来会员们早上六点就可以到桌球馆来打球 其他时间也可以和其他年龄层的桌球同好来交流 大家一起为桌球运动尽一份心力 记者刘明胜花莲市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